当代艺术叫做《荆棘化》 荡州的 泰国福建会馆 3月25日下午 中国福建省常务副省长 国宁宁阁下在春务里市 签订了春务里府与福建省 友好省份关系的异项书 这部次就来到了我们泰国福建会馆 进行续相情谋发展的经贸交流合同 会馆各位首长已经到了 这是会馆颁发给林迁桃副理事长的感谢状 热心公益造福社会 侃侃赞助教育基金50万泰铢 2023年3月26日下午 中国福建省委常委 副省长郭宁宁阁下率 福建省政府经贸代表团 历临泰国福建会馆 开展续相情促发展 泰米同胞经贸交流活动 福建人来泰国就聚集在顺兴公 那到了大概150年前 就设立福建公所 1912年我们就正式注册为福建会馆 张理事长做了12届理事长 要保留不能够改建 所以我们是在后面 文物保留在后面增加的 这一张是我的大伯父和我的大伯母 应邀访问中国的时候和邓小平主席握手 那应该是改革开放刚初期的时候 这一张是当时我们建后面的楼 等一下我们的大礼堂在后面的时候合影 医院都是免费治疗全部的百分全部免费 鉴于福建省人民政府 对泰国福建会馆长期以来致力于凝聚乡亲 增进泰华社会团结 积极服务社会 参与慈善公益事业 弘扬中华优秀文化 促进中泰友好亲善等多方面努力 给予高度的肯定 故而在经贸团访泰期间 国富省长亲自带队立访泰国福建会馆 泰国福建会馆建立于公园1912年 于童年正式注册 时至今日已经经历了111年的光辉 悠久历史 会馆以联络同乡感情 谋求侨胞福利 建山庄 办学校修神庙 开展社会慈善公益事业 做进中泰友好为宗旨 祖国改革开放以来 众多的敏及详情 纷纷到泰国来投资创业 融入社会公益事业 做出了诸多贡献 并且建立起各自的同乡商会 与同乡们共创美好未来 为推动敏及社团凝聚力量 合作无间的团结精神 各敏及社团一致同意 在泰国福建会馆的主导下 成立泰国福建社团联宇总会 苏承志理事长希望 敏及的同胞们能够把握新取点 兴趣一举 积极参与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经过战方华 同心惠华长 郭富省长 绽放着中华民族女性的光辉与柔美 坚持战力之子 亲切问候 敏及相亲 郭富省长希望 在泰国福建会馆的领导下 再在企业机构共同推动双向投资贸易发展 尤其是年轻的一代 共同关注和加强联络沟通 组织更多寻亲业组的活动 把亲戚相亲不断传承 发扬光大 谢谢 希望带来更多福庆 敏山茫茫 夜水 堂堂美丽的福建 欢迎您 美丽的泰国 欢迎您 我是丁丁 让你多一个角度 认识泰国 我所数段